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话就很难将黄金项链扯下来 要么扯断我们的头发 要么就扯断了这个黄金项链 并且这个黄金项链 大家都知道黄金它是非常的软的 所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如果佩戴了这个黄金项链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压到它 那么这个黄金项链就容易变形了 同时呢 我们晚上睡觉时 把它戴在脖子上 睡觉也睡不安稳 因为它会割着我们的肉 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了 所以说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千万不要佩戴这个黄金项链哦 那第三个时间段呢 就是平时化妆的时候 不要佩戴这个黄金项链了 因为这个化妆品里面 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金属成分 比如像拱之类的 而这个金属呢 其实也会扶持到黄金项链 所以说我们平时化妆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了 不要把这个化妆品 不小心弄到这个黄金项链上面来了 并且呢 我们最好是 不要在化妆的时候 佩戴黄金项链 我们等化完妆之后 再来佩戴它 也是不迟的 好呀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